對方兩個七十長人也回防了相單快 但是強森傳出了一個大範圍的失誤 9比0之後的第一個Fill Go 又一個超級盧俊翔 三分線外小夫沒有上去 再來一個馬上要回了五分 這個男人 面對林智傑的防守頂開 智傑頂得不錯 再給艾爾斯陣區裡面的小空檔 好好按把握 其實在整個領航員的一個戰術跑法 接觸這樣的一個身體的碰撞之後 再去做到投籃的動作 艾爾斯進區 這個擦板也是非常的強勢 35比26 今天你球給了艾爾斯冠進 曾祥軍後面還翻向一圈 艾爾斯Pandy 這個戰術後檔真的做得非常扎實 非常的漂亮 先是以上面丁恩迪做到一個持球 那無球邊的盧俊翔來 艾爾的弓箭手要站上發球線 他今天還沒有投進三分 每次投進三分就會做一個弓箭手拉弓的動作 是 沒進 尚尼籃板 看有沒有early offense的機會 哇 第一次犯規而已 上半場五分的艾爾斯 第一球發進 第二球最好是空心 要不然強森可能要把它撥掉 你只要在上面 只要稍微彈起來一下 他都可以把你撥掉 對 你沒有在留台的機會 第二球 沒有囉嗦 發進去 反而做到一個假跑以後後門的動作 風風 就遞給外面的艾爾斯 通關線面中 弓箭手 林無代豪 田磊磊哥 然後甚至雪梨 那些都已經開始在做一些放血的動作 自己還算是後來才加入 是 艾爾斯一些出手的機會 但卻沒有辦法很好的把握 好 艾爾斯硬撞進去了 面對勇士有點像 這次找籃框也沒進 他再抓到籃板 交給艾爾斯 哨音響 至少助攻偉要傳到 其實在第一次出手的時候 俊翔就知道自己面對的是前面是強身 那當然第二次在拿到球 掌握到球權的時候 往裡面跨 你還是面對到強身 但是這 艾爾斯突然間找籃框 艾爾斯直接通中滾到 我以為他不會灌籃 隊友還能感染整個球場的球迷 你啊 好球啊 那當然 鄉君的一個出手機會 六九 再把球要回來 在底線的三分 出手 終於啊 進第一節之後 他在路得分啊 外線 嗯